2009年希拉雅族人向圆明会申请登记平地原住民未果 而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请行政诉讼 11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败诉 意味着历经13年时间诉讼案正式划下句点 希拉雅族人表示虽然败诉 但判决结果都不影响希拉雅族原住民身份认定 仍以实现判决为依规 平地原住民这个驳回将来会采取什么 可能有很多的空间 所以将来还是抱持着很大的希望 因为这个扣住这个宪法的解释 对原住民的解释 我们就是合乎宪法针绣条文第十条 但是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名称也可以 好像是台湾原住民还是说平补原住民 我都可以接受 听完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后 希拉雅族人随即前往行政院递交逐别认定申请书 并由原民会综合规划处长亚布松尤接下 表示这项行动能抛砖引玉 作为评论族群借尽参考 希拉雅族人促请行政立法机关 本于判决一旨 积极在三年内完成原住民身份法修法 最后一次可以登记已经是民国52年的事情了 所以很希望我们行政院还有执行的原民会机关 能够尽快来通过我们原住民身份法的修订 申请书我们会按照这个宪法法庭宪判17号的这个内容 还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条第一相关原住民族的定义 会做后续的处理 原民会后续将持续进行内容盘整 委托研究与意见争取 希拉雅族人希望原民会能够多以族人生意 意见或身份认同作为主要评断 才是对族群的最大尊重 原始新闻胡宋普老六养台北市采访报道